专注健康养生,点右上角红色关注 1.淘米水加橘子皮 在淘米水中加入橘子皮烧开后 将发黄的衣服浸泡在里面10分钟左右 搓洗干净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不但简单 去黄效果也好 不像市面上那些漂白镜 会给衣服和皮肤都带来伤害 2.按水去黄取汗子 流汗产生的汗子衣服发黄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以选择在洗滴衣服的时候 加入二勺满水浸泡几分钟后 搓洗几下 再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汗子都是含有脂肪的 特别容易凝结在复制纤维中 加入满水可以帮助溶解这些脂肪 3.柠檬汁 柠檬可是生活中的好帮手 具有有漂白作用 清洗发黄的衣服时 白色衣服但黄处滴上新鲜的柠檬汁 再放些盐并轻轻流测 然后将衣服放在阳光下暴晒 也能使黄色吞去 4.白醋加水 在清水中加入几滴白醋 将白色衣服进入其中并搓洗几次 倒出后按照普通洗衣程序洗净饼干就可以了 尤其是有时衣物面亮闪不得当 会出现蓝纹的寒酸味 使白醋与水混合 浸泡有味道的衣服大约5分钟 然后把衣服在通风处晾干就可以了 5.蓝墨水加水 比例为1比30 准备一盆清水 加入3-5滴的蓝墨水 用手搅拌均匀后放入白衣服 上下提拉几次 晒干后衣服就变白了 切记不要过度浸泡了 温馨提示 为了防止白衣服变化 清洗时 要注意最好不要用肥皂洗白衣服 肥皂洗完后 白衣服本身就会显得黄黄的 而且把心会变将近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